林口设宅16户欠租 两户造强制搬迁 政府当包租工 遇到房客不缴租金 照样感人 这样的状况 发生在林口社会住宅 林口设宅共市出2500户 自去年7月招租至今 已有1665户入住 依平出大小 月租金从6500到20000元不等 若是优先户最低5500元 不过管理林口设宅的 国家住都中心最近公告 共有16户因欠缴租金 至少4个月以上 遭违规扣点满30点上限 终止租约 其中有两户遭强制搬迁 另两户则是自行搬迁 另外各有6户 正执行催告程序 及终止租约程序 住都中心强调 遭催告强制搬迁的两户 会同警察及政府单位 协助处理安置 及欠的租金则照法律程序处理 然而之后也不得 在承租驻都中心管理的设宅 苹果调查自盖设宅的 双北桃园台中 发现台北在出租的2000户设宅中 也有约100户有欠租清新 并已和10多户终止租约 有6户遭收回房舍 包含强制自行搬离 新北市方面 目前有3户因欠缴超过2个月 遭终止租约 不过都是自行退租 没有强制遣除的案例 而台中桃园则还没发生 终止租约庆刑 多数的县市除了台北市之外 其实只有两种的租金分歧 就是一般户跟经济弱势者 那我们希望 现在社会住宅的租金分歧 可以依照家户的所得 负担能力做一些分类 就是说让他们真的租金 是可以减击他们的经济负担 专家指出 即使社宅租金负担较低 若配套措施没做好 导致租客收入 久业不稳 造成欠租被迫搬总的情况 还是会发生 苹果的新闻是记者自己跑出来的 知他跑得更好更快 属于你的媒体 苹果新闻网 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